FBI让参议员交出他丈夫股票交易中的文件 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 直到川普离任后才发布公民数据 苹果CEO未从App Store中删除parler辩护 比疫情吓人的是物价 大陆网民哭诉菜价疯涨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袁诚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17号星期天 一起来看下一组最新消息 据保守异议网站17号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 受到联邦特工的拜访 其中涉及到她的丈夫理查德·布鲁姆 希望得到关于她丈夫在冠状病毒爆发前 决定出售股票的信息 报道称 费恩斯坦的丈夫对黑幕交易并不陌生 这就是他们有如此肮脏的财富 纽约邮报曾经报道 2011年3月 布鲁姆的公司士邦魏理士 被选为唯一的房地产代理 销售金额预计将达到190亿美元 大多数选民没有注意到 布鲁姆是士邦魏理士的董事会成员 并在2001年到2014年担任董事长 费恩斯坦的办公室否认 他跟美国邮政的决定有任何关系 报道称 这不是费恩斯坦和他的丈夫 第一次因为裙带资本主义而受到抨击 2013年 布鲁姆投资公司部分拥有的一个建筑集团 获得了加州高铁项目的施工合同 价值超过9亿8千万美元 据Daily Caller报道 费恩斯坦的发言人周四告诉纽约时报 FBI上个月向他询问了 关于他丈夫出售股票的基本问题 并补充说 这位参议员向联邦执法部门提供了要求的文件 这些文件显示 他没有参与他丈夫的金融交易 今年86岁的费恩斯坦 在1月底卖出了至少150万美元的股票 但他否认有不法行为 并说他的所有资产都在一个保密信托中 这次出售 恰逢股票交易因为去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 市场价格暴跌前不久 同一天 参议员理查德·博尔暂时辞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周三FBI在博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家中 查封了他的手机 博尔说 他不仅面临司法部调查 还面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执法官员应该是试图建立一个时间线 说明这位参议员在今年2月 决定出售高达172万美元以上的股票 当时 博尔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关于冠状病毒的简报 有人猜测 他可能是根据只对他的小组成员保密的信息采取行动 美国人口普查局16号表示 2020年人口普查的受访者公民身份数据 要到川普总统离任后才能最终确定或公布 川普曾经在2019年下令行政机构和人口普查局 分享有关美国公民和非公民的信息 并面临诉讼阻扰 接着川普在2020年7月21号颁布备忘录 要求把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 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的分配基准之外 并命令商务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 为每个州报告两组数字 总人口数和总人口减去非法移民后的人数 后一个数字被作为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 但人口普查局16号表示 他们无法在法定期限内 2020年12月31号提交用于分配国会席位的数据 在2021年1月20号政府换届前 也不会最终确定报告或公开披露 还说 人口普查局和商务部不会报告或公开披露 任何于2020年4月1号人口有关的人口统计或估计 包括政府换届前 非法移民 无证移民人口的统计或估计数据 人口普查局把延迟的原因归咎于1月15号 由全国城市联盟提起诉讼的一项法院命令 这个命令要求人口普查局暂停作业21天 人口普查局补充说 如果这些人口统计或估计是在政府换届后 在暂缓期结束前完成 被告将在报告或公开披露之前 向原告提供7天的详细通知 根据法庭文件 司法部律师在法官发布命令之前就表示 人口普查局在1月20号之后的很多星期之前 都无法最终确定有关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的数据 或公民身份信息 此外 人口普查局局长迪林厄姆 还曾经在1月13号发备忘录 要求工人停止遵守川普总统的公民身份任务 另一方面 根据拜登近日的公开演讲 和他的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发布的备忘录显示 他们对川普当局大部分的移民议程持反对立场 包括把非法移民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之外的努力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在2020年12月18号裁定 联邦政府可以把非法移民从202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中剔除 以依据合法的美国人口 划分各州所占的国会席位和选举人团选票 17号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未从App Store中删除Parler进行了辩护 在国会事件后 苹果和谷歌把这家偏向保守派的社交媒体网站的应用提出来 亚马逊的网络服务 也把Parler从他的服务器中删除了 库克在福克斯新闻周日采访节目中 对主持人华莱士说 我们看了一下那上面的煽动暴力的内容 而我们并不认为言论自由和煽动暴力有交集 库克表示 App Store上有超过200万款应用 他们都应该遵守服务条款 他说 我们显然无法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 但是我们从来不认为 我们的平台应该是互联网的简单复制 我们有规则和条例 我们只是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条例 在推特和其他一些大科技平台 因为川普总统在国会大厦混乱后的言论 而被禁止后 这些社交平台的很多用户 涌向了对内容限制宽松的Parler Parler的CEO约翰·马兹 以违反美国反垄断法为由 起诉亚马逊 因为亚马逊把Parler从他的服务器上删除 他说 由于受到死亡威胁和不断的骚扰 他和家人一直在躲藏 近日 大陆网友在微博上感叹 走一圈菜市场发现比疫情吓人的是物价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在1月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说 中国的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 但是全国各地的普通大众感受到的是另一番天地 因为疫情肆虐 多地封城 运输成本上升 大陆各地的菜价一路疯涨 一天一个价 甚至半天一个价 不少人感叹吃不起 长春市民近日反映 当地的白菜已经涨价到近3到4块钱一斤 大葱约10块钱一斤 尖椒差不多10块钱一斤 还有单价近30块一斤的香菜 安徽网友记得而家16号发帖说 今年我可是眼睁睁地看着鸡蛋里最便宜的那种 从2块1涨到了5块 鸡胸肉都从3块涨到了7块 辣椒就没有低过5块的 连最低廉的青菜白菜都涨到了3、4块还不止 原来这叫温和上涨 什么时候能让我的薪酬也这么全面的温和上涨 广西南宁网友一只深山里1月17号留言 今天买菜 牛肉60 铜号6块 鸡蛋最便宜7块 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成都网友说 瞅了一眼家附近的菜场 鸡蛋8块钱一斤 菠菜16块一斤 鸡胸肉20块一斤 大白菜22块一颗 但最震撼的还是豌豆煎25块钱一斤 日前 成都的蒜台涨到42块一斤 近日又一豆充到50块一斤 不少人感叹 这咋比牛肉还贵呢 黑龙江奇奇哈尔的杨女士 1月12号在超市买菜 还没买完菜 老板就换标签涨价 油菜3块多钱 立马涨到4块多钱一斤 河南南洋侯女士在淘宝上买了两斤小米辣 收到后发现 里面只有两个小辣椒 两斤变两个 商家还寄来一张道歉信 解释说 因为连续低温寒潮 导致小米辣大面积受损 中共官媒报道称 2021年物价大概率会温和上涨的微薄后面 几乎是青泥色的骂声 粉红DSB说 温和是多少 上涨就上涨 你们就抓紧时间印钱吧 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贬值了 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落日西凉对于官方的说法做出解读 失业叫下岗 通货膨胀叫温和上涨 金融危机叫经济下行 老配方老味道 专业修辞 你懂的 使了一条大鱼呼吁 给条活路吧 这两年的经济状况还涨呢 封建社会吸血都没这么狠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